MING PAO TORONTO 想知道一間印尼餐廳可以嗎 一定要試串燒 但不是試串肉,它只是配角 最重要是試沙爹醬 要做到香濃野味,帶有滋滋的花生香味 這就叫出色了 究竟這間扎根香港40年以上 連續兩年成為米芝蓮推介的印尼餐廳 食物質素是怎樣 我們愛印尼文化食物 我們有很好的推薦 在網上上 對,因為想推薦他們一些好吃的東西 我們應該由香港人來來 龍少爺,來到這裡 我感覺到這頓應該很適合我吃 因為我已經聞到很香 而且聞到一股辣味 我看到這道串燒很吸引 這是… 這是串燒雞 我試試這道串燒牛 待會我們可以試這道串燒牛筋 印尼的串燒,你知道有甚麼特色嗎 我覺得很濃味 而且醬汁比較濃稠 我覺得很適合 其實印尼的串燒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它尊重醬汁 它會帶著很香的花生、甜和香味 香料的味道 為甚麼這麼巧 因為這裡的沙爹醬 並不是用現成的花生醬混合煮成 而是用新鮮的花生 先炸後磨 再加上不同的香料煮了幾個小時 才熬製出層次豐富的沙爹醬 我們的味道會比較適合本地人的口味 因為如果跟著原本的味道 其實很多香港人未必能接受 雖然這間餐廳已經刻意調教過 但對於普遍的食客來說 也不是人人能接受的 讓吃街頭提提你吧 雖然這個甜酸辣的鐵三角組合不變得 但你可以在點菜的時候 要求加辣或減辣 多甜或少甜 不過傳走的話 就等於沒有吃過印尼菜 所以在吃的次序上要留意 頭兩道菜可以選擇 以甜鹹鮮的沙律和沙爹來吃 然後千萬別再選擇甜食物來吃 要開始吃鹹食物 你可以選擇酸辣辣的菜 這樣吃才體會到印尼菜的特色 亦較適合我們香港人的口味 不過菜單沒有寫明 哪種甜、哪種酸、哪種辣 想知道,唯有問 是另一項標誌一定要吃的蔥 這是甚麼 這叫巴東牛肉 如果一間餐廳 連巴東牛肉也做得好 那就真棒 吃來吃去都是肉… 不吃肉的人就沒得吃 那又不用怕 這裡有專門為素食人試而設的菜單 阿蛋,我提示給你吧 很多時候我一個人來吃飯 我喜歡吃黃薑雜錦飯 是 一碟飯裡面有黃薑飯在中間 身邊會放一些巴東牛肉 一些辣蛋、一些辣魚 一些野菜 幾樣東西,招牌菜都在裡面 一個人吃就很豐富 說了那麼久 相信大家都明白 印尼菜未必人人適合口味 不知道我們的觀眾食家 又能否接受到呢 這個很有趣,你看 它不像豆 還有一點苦味 這個肉已經很入味 再加上醬汁 這個醬汁是甜的 對 但再加上這個… 有些花生醬汁就覺得太多 也不需要 對,不用,因為味道已經很足夠 這個很好 我喜歡有一碟菜是偏鹹的 剛才的沙爹、串燒、沙爹 全部都偏甜 這個終於有一個鹹的菜 那個芒果黑糯米 我覺得太少芒果了 太濕和太黏 如果芒果少,我們會留意這件事 因為這是我們的傳統製作方法 其實吃下去 我們就是想有這個黏的效果 價錢 如果只看餐廳時 都會說單樣看也挺貴的 但其實再看回這裡的環境 我明白了 起碼有一半都吃在環境上 好了